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推动社会各界任养园区步道 从112年到113年共计有7个单位任养了10条的步道 那么泰管处是特别在21号的上午举行了步道任养签约仪式 除了是签约之外 为了表达对110年到111年步道任养单位的感谢 泰管处是特别颁发了感谢状 仪式简单隆重 泰管处表示推动民间参与步道任养行之有年 透过任养的机制 民间单位不仅可以借由步道的任养清静自然 同时进行步道的维护工作成效相当好 任养的单位步道以及内容也逐年增加 走进步道是体验泰鲁阁之美最好的方式 我们台东二姓只是具有微博之力 经典社会责任 好好注意点资金 主要辛苦的是台中山岳学会 但是我们偶尔也会配合他们就是做庆善的活动 很高兴的今天有这个机会 让我能够回到东部 因为我台东人 到台中也快40年了 那这个昨天我们提早过来 我还带我同事我们去走了 清水段因为昨天天气也很好 今天也很好 然后去那个沙发堂步道啊 然后去步骤湾啊 山岳吊桥 然后再去那个九举洞 我觉得我们就就是 就是泰鲁阁国家公园是从自居时代 日本的那时候设立了三座国立公园 他就是属于赤高泰鲁阁国立公园之一 那我们现在驻人们 泰鲁阁这些辛苦的员工们 我觉得做得非常的好 昨天在整个我们行动的过程当中呢 也遇到很多国外的游客 这是可以说是国际级的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景点 泰鲁阁国家公园范围广阔 园区从低海拔到高海拔 步道也从海边到高山 拥有适合赏景健行 以及登山活动的各类型步道 提供民众以各种方式亲近大自然 泰管处强调提供民间参与 是国家公园经营管理的重要做法 更重要的是将对自然环境的喜爱 转化为实际的行动 激发民众对于自然环境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记者林杰 秀林乡采榜报道